爱情的延迟与悸动 第一章 不情愿的婚姻 在江南的某个小城里 住着一位名叫温小城的男子 她有一个不太清楚状况的老太太母亲 因为病重 时常出现糊涂的情况 某天 她对着电视里的城市新闻女主播指指点点 我只喜欢这个姑娘 你要娶就娶这样的 温小城心中一阵苦笑 明白这个要求意味着什么 为了让老太太安心 她决定见见这位名叫陆婉儿的女主播 逝世运气 第二章 初见女神 经过一番手段 温小城终于约到了陆婉儿 面对媒体辉煌的形象 她期待着她会是一位知性而优雅的女子 可当她见到她时 却大失所望 陆婉儿上半身穿着得体 下半身却是一条拖鞋搭配棉裤 还在一边吸溜着螺丝粉 一边讲着不知从哪里来的烂俗段子 传闻中的女神 形象全无 这一刻 温小城的眉头紧皱 心中暗自爆了个数 原来这就是我所要娶的女人 她心中感慨 但随即想着 为了老太太的健康 自己或许还是要妥协 第三章 婚前协议 虽然对陆婉儿的印象不佳 但她并没有拒绝 两人在婚前约定好期限 一年后各自自由 既然都是为了老太太的面子 也不妨试着相处 结婚后 两人如同相敬如宾的陌生人 维持着表面上的和谐 陆婉儿努力扮演着贤良熟德的温太太形象 而温小城则始终保持距离 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这样的婚姻终究会结束 她暗自思索 但却不知在这段时间里 两人的生活却逐渐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第四章 相互适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陆婉儿对于婚姻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她开始习惯这种相近如宾的生活方式 甚至还能容忍温小城偶尔与其他女性交谈的情景 每当她听到温小城与别的女人通话时 总是会主动避开 生怕挡了对方的桃花 某天 陆婉儿在街上逛街 意外撞见温小城带着一个小男生挑珠宝 她一边心中暗自感慨丈夫的口味变了 一边打算绕路而走 却不想被对方抓了个阵者 跑什么 过来看看 我请人给你设计的新戒指 这一回可别再把它卖了 温小城的声音低沉而温柔 仿佛在她的心中点燃了什么 第五章 戒指的秘密 那一刻 陆婉儿的心跳加速 她看着温小城将刻有两人小秘密的钻戒 穿上她的无名纸 惊讶中又带着一丝暖意 她从未想过 这位平时冷漠的丈夫竟会如此用心 这戒指是我吗 陆婉儿呆呆地看着她 心中百感交集 当然是你 温小城一脸认真 不过这是我个人的品味 与你无关 陆婉儿心中五味杂陈 骤然意识到原本以为即将结束的婚姻 或许可以再延续一段时间 第六章 命运的拐点 随着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陆婉儿在婚后的日常中 开始享受这段关系 她不再是那个仅仅为了老太太面子而结婚的女人 而是慢慢找到了自我 然而 这种美好并未持续太久 某天 陆婉儿因为一次工作受到了批评 情绪低落 回到家里后 她故作冷淡 故意与温小城保持距离 温小城察觉到了她的情绪 却并不知该如何安慰 只能沉默相对 这一刻 两人的距离又重新拉开了 第七章 误会的加深 某次 陆婉儿看到温小城和一名女同事亲密的在一起 她的心中瞬间升起了极度与不安 她开始怀疑温小城对她的感情 甚至想到了那份早早签下的离婚协议书 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 我们的婚姻根本无法持久 她心中默念 而温小城却在这时也感受到了变化 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给予陆婉儿真正的爱情 这种情感的漩涡 使得两人都陷入了深深的误会之中 第八章 重视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陆婉儿渐渐意识到 自己并不想就此放弃这段婚姻 她决定主动与温小城沟通 打破这种沉默的僵局 某晚 陆婉儿约了温小城一起吃晚餐 在烛光下 她鼓起勇气 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小城 我觉得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 温小城一愣 随即开口 我也有同感 我并不想放弃 两人间的误会在坦诚的交流中得以解开 心中的隔阂逐渐消失 第九章 心灵的契合 随着沟通的增多 两人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深厚 他们开始一起分享彼此的生活 甚至陆婉儿也开始参与温小城的工作 这让她发现了温小城身上更多的闪光点 某次 陆婉儿参加了温小城的公司聚会 得知她是多么受同事的尊重与喜爱 她不禁对她产生了更多的崇拜 原来你这么优秀 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注意到呢 陆婉儿心中暗自感慨 而温小城则欣赏着陆婉儿的努力与坚持 渐渐被她的魅力吸引 心中不再是最初的婚约 而是一份真正的爱情 第十章 决定的时刻 当他们的感情月发生后 陆婉儿心中却始终挥之不去一个念头 她再次拿出那份早已签字的离婚协议书 心中无法抉择 我真的想放弃这段婚姻吗 她自言自语 在一个静谧的夜晚 陆婉儿选择了勇敢 她将那份协议书放回抽屉 决定与温小城一起迎接未来的每一天 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她默念 心中充满了期待 尾声 爱情的延续 随着时间的流逝 陆婉儿与温小城的感情逐渐升华 变成了一种深厚的默契 虽然最初的婚姻是为了老太太的病重而妥协 但他们却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了真正的爱情 婚姻不仅是契约 更是心灵的契合 温小城在一次聚会上如此告诉朋友们 而陆婉儿则在心中暗自微笑 明白了这份感情的珍贵 她不再是那个想着离婚的温太太 而是坚强而幸福的陆婉儿 将爱情的火焰传递到生活的每个角落